我付出这么多 我为什么要跟她回去 而且我感觉她现在 就是想回老家找她前女友 因为我最近发现 她就是说跟一个女孩聊天特别频繁 后来我看一下那聊天记录 人家跟那女孩说啥 就是说她对她前女友说我 说我脾气不好 老翻她手机 就有点烦我 最近都不怎么搭理我 人说马上要回老家那边工作了 然后说有的时候还挺怀念上学的时候的 那个女生根本就不是我的前女友 她是我高中时候的同桌 高中 我们接触也比较多 也一起经历了高考 所以关系就比较好 我之前是也对她有点好感 但是就是高考之后才跟她说的 她说她也喜欢我 但是因为大学就没有在一起读 根本就没有在一起 所以算不算什么前女友 你心里还有这个姑娘吗 有 还有我 你跟她联系 在她面前说我的不好 你让我脸往哪儿棒 我把我老家的工作给辞了 赔了你这么多年 你现在在她面前 对我就是这样一个评价 就是之前也 然后你明明知道我跟我前男友 就是因为前女友这人分的手 你现在还要来这样 现在问题出现了啊 一方是为你付出了很多的女朋友 那边呢是你爸妈在山西给你找好的工作 你更倾向于哪个呢 我觉得还是想回老家发展嘛 哦 还是回老家发展 那她怎么办呢 她非要跟我分手嘛 但是我不想跟她分 我是希望她能跟我回去 我不是说介意她去哪儿 我是介意她现在对我的这个态度 她当时就比穷学生什么都没有 我当时就是除她对我好 我才能跟她在一块儿的 是是是是 现在我落了个什么呀 哦 我要老师给分析分析 这应该怎么办啊 一起进入丘比特问卷 或者 кон系都是 missedieren的 对我来电视连你 cucumbers 참厭 我们 我们 obviamente